8月17号晚上 唐州彩和派出所接到姑娘小江报警 称他跟男朋友徐某发生了争吵 徐某在家里砸东西 结果徐某抢过手机告诉民警 他吸毒了 客厅里面很凌乱 小江告诉民警 他和男朋友徐某在争吵的过程中砸了水壶 他很害怕就报警求助 没想到徐某还把他手机抢了过来 你刚才说你干吸锅毒吧 没吸 那你刚才报警电话上是不是这么说的了 气话 气话 你这个气话随便乱说的 嗯 两人都跟我们都拍手去 徐某走到门口和民警道出了实情 他说自己谎称吸毒 其实是在和女朋友小江赌气 前年去KTV玩了 两人吵架 都是要跟我分手什么的 就我 分手没也好好的那个了 谈了两年了 我去报警 他说我有女孩子 我其实没女孩子的 那个男的就觉得 你比我大几岁 但是你还不知道心疼我 我现在心情不好 你反而要去报警去 好像去寻求警察的帮助一样的啊 没有去安慰我 那我很生气 那既然你不想让我好好过 那我就跟警察说我吸毒了 如你所愿 随后民警把两人带回了派出所 小江说 男朋友今年26岁 比他小两岁 两个人都在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上班 两年前 他们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但这两年时间里 男朋友徐某经常和他吵架 有时候还摔东西 据他女朋友所说啊 就是平时的话 也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 都会发生口角 他说起来是他男朋友 好像不大懂事 因为比他岁数小一点嘛 然后好像需要他的很多关心一样 是这个意思 比较孩子气 对比较孩子气 然后动不动就会 用一些东西啊 在家里面就是 比如是家电啊 什么损坏一下 就这样子的 经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徐某压根就没有吸毒 但徐某还是要为自己 谎暴警情的冲动行为买单 他说自己也是蛮后悔的 就不知道 会自己要承担这样的后果 但是的话 谎暴警情是有代价的 我们公安机关本身就是 把有限的警力 要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这个徐某的话 因为涉嫌那个 呃 谎暴警情 然后被我们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拘留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